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孤单人的信息 参考经文 反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 从事福音媒体施工 我们经常会收到孤单的人所发来的信息 尤其是在重要节日前后的日子就收到更多 感到孤单或是被人误解是常常发生的事 耶稣肯定明白这种感受 或许你也明白 当日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前来找他 他们大概认为耶稣癫狂了 他们可能只是想保护他 因为担心他会惹麻烦 很明显 耶稣被他的家人和耶路撒冷的教师误解了 所以他就指着跟从他的人 说他们才是他的家人 我们要郑重说明 耶稣向来都是爱他的家人的 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的一刻 他安排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 在耶稣复活之后 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和其他信徒一起 不过今天 我想和大家集中思想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耶稣称我们为他的至亲 你看 借着耶稣 我们与圣父和圣灵能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也成为普世教会 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 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彼此连结的 解决孤单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与神和他的群体建立亲密的关系 你是否属于一个 笃信圣经的教会大家庭呢 如果不是 今天就去找一个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 我们孤单被人误解的时候 求你以你的灵安慰我们 帮助我们 与在基督里的家人和朋友 有更好的连结 主我感谢你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